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沙连宝贝全国术法比赛也改以邮寄送件方式进行 而决赛也研制之前才正式登场 在四个参赛组别中 共计有150件作品进入到决赛阶段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改用邮寄的方式来做比赛 决赛的部分研制今天来做一个决赛的动作 总共有我们有了国小族 国中族 高中族 跟社会族 现在目前我们进入决赛的作品 总共有还有150件的作品 邀请了三位的评审老师 第一位是我们南投县文化局局长林荣生林老师 再来就是我们全国的国宝级的李古萌李老师 还有我们肖赐琼 肖博士 这三位评审老师来为我们做评审 而为了将入委决赛作品来评选分出名次 萨连巴文化艺术车进会 也邀请到知名书法家李古摩 冯甲大学汉制文化中心主任肖世琼 以及县府文化局长林荣生 三位书法大师担任评委 从疫情五月中旬开始以来到现在 大家都非常闷 那正好透过这个活动 让对于文化跟艺术以及书法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共同参与 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持续的不断的继续办下去 那这样一种书法比赛 这样的一个兴趣 我们希望这种风气 能够扩及到其他各机关团体 乃至于民间企业 大家共同来重视 我相信我们书法艺术的未来 还是充满了前景 先远参门也感谢 萨连巴文化艺术车进会的用心规划 让喜爱书法写作的民众 疫情期间还有个平台来展现自我所学 那在此非常感谢我们 萨连巴文化车进协会 在我们苏毅雄 苏会长 以及所有的前会长 所有的会兄 会友的努力之下 我们第十六届全国书法比赛 来圆满的落幕 让我们爱好写作写书法的朋友们 能够在疫情期间 还是不中断学习 利用我们萨连巴文化车进协会 全国书法比赛 能够更加的来肯定自己 医长何宋峰肯定活动 拜你的用心 也期待因为有 萨连巴文化艺术车进协会的持续努力下 让地方上艺文风气有更显著的提升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 连巴文化沙瓦 boundaries